汛期即将到来 为了强化防汛的组织 同时提升防救灾害紧急应变的能力 新城乡公所在虚美机器的上游 嘉陵七号桥 特别举办了112年度防汛抢演的演习活动 乡长何理还表示 新城乡公所每年的防汛演习 都会因应环境以及时事规划演练的项目 而当风灾来临的时候 能够立即处理灾害的应变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现在向112年度防汛抢行演习 并且在新修村虚美机器上游 嘉陵七号桥举行 三百民军警消防以及民众救难人员 实际模拟民众受困救援 以及各式灾害应变 过程相当逼真 四月区前台有感地震不变 五月讯期又即将到来 为了反方蔚然 新城乡公所在西美机器上游 嘉陵七号桥旁举行强行演习 实际模拟民众受困救援 以及各项灾害应变 过程相当逼真 非常平时的信念 平时的演练 当灾害来临的时候 能够把生命材人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效率上 在这些作为上 都能够按照程序来处理 现在将它的地理环境 非常的特殊 是唯有在十三乡镇里面 没有临山的一个乡镇 尤其在整个海洋县也好 以及整个三个重要核酸在新城乡 也是只要是黄红也好 在黄兴起当中 因为旧年乡金属 就是在新城乡的隔壁 中央山脉 所有经过所有的泥水 都会经过新城乡 所以在这部分 新城乡特别特别用心 我也希望今天各位的努力 能获得我们今天所有的委员的赏识 给我们好一个成绩 我想新城乡 在换年十三乡镇中 各方面的拼品业务 如来各相互相亲的一个支持 以及各位在座今天的能够的演练 都能够尽心尽力 当这个灾害来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一起出动 所有利用演练的这段的精神 在灾害来的时候 能够把人员 甚至把生命常人降低 今天项目所谓的防御演习 都会因环境或是实施 规划新的演习项目 这是办理年度防御强行演习 更对新的设备再次进行演练等等 其旨在加强防救灾 紧急应变措施 同时强化过去旧有的防灾经验 以及执行架构 其实各单位防救灾单位 依全者及该架构联合运作 希望就有这次引试的机会 能够落实本乡防救灾 害工作以及计划功能 更能够强化本乡防汛组织 熟练各种防御强行技能 以被灾害发生时 能够减少损害降到最低 再次感谢各个单位的协助 携手给新城乡的乡亲 建立了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金鸿逸 新城乡博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